农历春节期间,相信大部分的民众都是吃多、喝多 除了体重增加,有痛风的人就会出现明显的不舒服症状了 营养师呼吁民众,年假结束了,饮食部分要赶快回复正常 多吃蔬菜类,避免再吃油炸肉类 尤其是含糖饮料还有甜嘴零食,更要忌口了 农历春节庆团圆,除细到初五几乎甜甜都有大餐吃 加上淋水、饮料,一个连续假期下来,相信许多人都喊胖了好几公斤 除了体重增加,失控的饮食也会让痛风发作 营养师呼吁,年假结束了,除了要收心,更要开始忌口 调整回正常的饮食模式 在过年后我们是建议是说,我们就把鱼肉鸡肉选择比较低脂的部分 我们五花肉就选择瘦肉的部分 那份量可能也是要减少的部分 因为可能大家一起同欢的时候可能就会吃的份量会比较多 那第二个,因为过年期间有时候会围炉嘛 那围炉吃的份量有时候青菜量会比较少一点 那鱼肉啊,还有猪肉啊,海鲜类的东西会比较多 那我们可能假如这一块我们有去做调整的部分 可能现在年后我们以青菜类为主比较多 那搭配适量的猪肉鸡肉鱼肉的部分 来让我们的体态慢慢的恢复过来 那当然在过年期间我们会喝饮料的部分 那我们希望可能就是用一般的白开水或是无糖饮品来取代我们 可能会喝汽水、含糖饮料这一块的部分 那当然过年期间大家可能也会吃到一些坚果类糖果 过年拜拜的糖果 那这一块我们坚果类假如家里还有 我们就适量的把它用固定的分量把它吃 就是固定来吃 然后糖果的部分我们可能也要节制的部分 身体健康的人多吃了怕胖 有慢性病的人多吃了会让病痛跑出来 营养师强调只有减油、减糖、加蔬菜还有多运动 才可以让身体赶快恢复平衡 把过多的负担减掉 重新找回健康的身体状态 接着会幻视报导